对落地长沙的世界500强企业研发中心 给予最高10亿元人民币支持 对引进的诺贝尔奖、图灵奖、费尔茨奖获得者和院士等一流创新人才和团队 给予最高1亿元人民币综合资助 自2023互联网月录峰会上将长沙打造成为全球研发中心城市 这一全新概念提出以来 湖南长沙迅速行动 通过系列真金白银的政策全球招商引致 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 何谓全球研发中心城市 即功能布局基于全球 研发任务源自全球 研发资源来自全球 研发成果用于全球 除了真金白银 长沙出台的系列配套政策措施 无不展示着其开放的胸怀 宽阔的视野和务实的举措 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链接全球创新资源 以更高水平的开放融通 加快推进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建设 而今拥有丰富科创资源的长沙 集聚了58所高等院校 99家独立科研机构和64名院士 培育高新技术企业6600余家 各类研发机构2300余家 人才总量突破302万人 同时长沙有着坚实的产业基础 培育了工程机械 汽车制造 电子信息 先进计算 先进储能等七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而宜居的城市环境 丰富的教育医疗资源 亲密的房价也让长沙极具吸引力 随着全球新能源巨头巴斯福 江里电池材料亚洲研发总部 镇级材料中国区行政总部 设立在长沙 索恩格万新科技等 在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 舍夫勒在长沙设立大中华区 第二研发中心 松井新材料 湘北威尔曼 威胜集团 威胜科技 广汽三菱博士汽车等 在长沙成立外资研发中心 大批研发中心在长沙 相继落地已然成事 当前 长沙正从加大引进高端海外人才力度 持续完善服务保障体系等方面入手 广泛链接国际人才资源 通过积极引进国际高端智库 先进检验检测平台 技术研发平台 成果转化交易机构 来常设立分支机构 每年给予经费支持等 深度链接世界创新生态 力争到2025年 长沙各类创新平台达2600家 整体创新能力迈入国家创新型城市前列 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框架基本形成 到2030年 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全球研发中心城市初步建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